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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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Bobby 嗨 Paul 今天要來提案就是 要被新的身分證照好累喔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身分證照真的成功換掉了 這是一個 NewSafe ID 的專案 然後這個案子的 這個案子的前景提到就是 今天是內政部的護體制要外洩第302天 然後這是距離去年10月28號的明報披露這個案子 已經過了300天過去了 那 内政部的悲伤五阶段就是从第一阶段的否认到迁怒到吵架喷家到沮丧到最后看开 就是一开始说这个资料格式跟他们内部使用的资料格式差异很多 然后最后迁怒说可能是其他管道泄露人 那吵架喷家就是没有依照规定去通报这个治安事件 然后沮丧是调查局确实证实说这个外线资料就是我们在107年4月之前的复避症资料 那最后看开就是侦察不公开所以说一话很不如同意回应 那发展部的唐凤确实是出来回应了就是说 在3月8号中我也会就说就是去年年底修改了申请办法 所以以后只能用T-Roll 交换 那不能再用光碟这种不安全的方式来交换资料 所以以后应该可以避免这种问题发生 所以大概一切都是光碟惹祸 那样的夜色太美女太温柔 可是ID会跟人一辈子嘛 就是一般来说你没有办法轻易的把ID换掉 那之前外系的资料还是很有价值 因为它就是会跟着你一辈子 所以而且它的特色就是一般的个子 或是一般我们在商业行为上收益到个子 只能找出个人 但是互分资料可以帮助你拼凑出一个亲属关系 我可以知道你爸你妈你妹你姐你弟 然后或者是你很远房的亲戚 我都可以在资料里面找出外 所以只有新生人也受期待 除非我们可以可靠而安心的每日换信号 那内政部透过韩式允许的换ID的条件 以前有例子的是这四个 就是有不亚协议 那或者是伪号是四 那或者是你有三个以上的四 不能两个以上要三个 因为内政部说就两个以上的人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 我受不了就这么多人来换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与他很重厚 可是好像之前没有资料玩些这种案例 那我们就去试着做一个申请 那Paul就会来聊聊我们申请过程 哈喽大家早安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那时候申请的一个申请书 他们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公版格式 所以他们叫我直接在那边手写一个 我那时候在那边看到很少有写字的时间了 所以字在这边很丑 但大意就是说我们要去换这个申请字好了 那不是不是 好那现在的成果呢 就是我们刚才Bobby他在台北市申请 那被驳回 书院也被驳回 然后就很莫名其妙 他理由就是说 诶 我们不能提供被帽领 或者是被尾帽的具体施政 但问题就是 那我们难道是要等到我们真的被尾帽使用 然后受害之后才有机会去换吗 就很奇怪啊 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打行政诉讼 然后行政诉讼之前要先缴10千块 然后办法打这个行政诉讼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在台北市 就是我终于换成功了 耶 我们来到新的准备之后了 那现在状况呢 就是我换完之后要先跑一个大地游戏 那很多痛苦的状况 像是我们可以先知道说内政部的身份字号 跟我们各个政府机关 或者是一些办行政法人之间的一些资料串迪的信心 像比如说连转中心 就是你在办银行账号的时候 和信用卡的时候 银行会去查的那个资料 那连转中心呢 他就会知道我已经换这份字号了 所以他去跟银行通购报信 然后我所有 我有办账号的银行 或开货银行 他就会打电话问我说 诶先生不好意思 你这份字号的银行咯 请他过来我们这份银行来办理哦 好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就是有了很多很痛苦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想要知道怎么换成功的 那可以过来找我们两个 那如果想要一起帮忙行政诉讼 应该蛮有趣的 因为尤其现在有两个不同的行政组分 那大家可以来找我们 谢谢大家